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在自己国家播出的节目还要叫中华台北自我矮化呢 欢迎中日代表日本队 马力过 料理节目强大奥运热潮 找来四个不同国家的艺人朋友进行厨艺大PK 但轮到台湾代表的夏雨桥进场 中华台北夏雨桥 听不到台湾这两个字反而是以中华台北取代 手上拿着的也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而是奥运会期 就连贴在厨师服上的贴纸也写着中华台北 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更让人傻眼 没想到主持人似乎还不知道哪里出包了 我自己人我是代表我们中华台北 你要公平公正 对 我要有一点你知道 耐心 夏雨桥从头到尾都自称是代表中华台北 观众越看越火大 在影片底下留言怒呛 自己国家的节目为什么还要叫中华台北 有矮话的嫌疑 甚至还算说有什么好不敢拿国旗 中华队 中华队 制作单位表示这次的企划单纯是搭上奥运去做设计 没有太多复杂想法 只希望观众轻松看节目就好 而外国富豪办生日party 选择来到台湾 这是登上了印度富比市百大富豪之一 印度Moody集团的总裁KK Moody 他在台北的军乐饭店 办他75岁的生日party 一年三天请了350名宾客 而一天的订房都是超过150间 邀请的表演团队有国外台湾 甚至是印度知名的宝莱坞歌舞团 而这个富豪庆生团还有30位的外籍厨师随行 根据了解 这接待的军乐饭店 预估三天进账上千万 在祝贺音乐声中 穿着红色背心的 就是这次庆生派对主角KK Moody 在亲朋好友以及辣妹醋涌之下 切下五层蛋糕 场面相当气派 和朋友开心留意 印度集团总裁KK Moody 是印度富比式排行百大富豪之一 这次75岁盛大庆生派对 就选定台北军乐饭店包场 钢圈特技结合水晶球视觉艺术 国外的表演特技团 也为KK Moody生日助兴 甚至在一楼还搭设梁棚 为特技演员能荡在空中表演无虞 不只国外台湾的表演团 甚至表演风格 还有印度最知名的保莱坞歌剧团 根据了解 KK Moody随行成员包含30位外籍厨师 50多位工作人员早在上周五就先到台湾做准备 现场更超过350位宾客受邀出席 无论是吃的喝的甚至连宾客享用的蛋糕 一次排开都相当奢华 不少收邀宾客表示派对当天 军乐能闻到浓浓的咖喱味 堪称超级派对一连举办三天 这期间提供宾客24小时免费餐饮 包下军乐一楼大厅餐厅宴会厅 为了接待这次富豪庆生团 预估就准备450间的客房 三天租过军乐至少上千万入带 印度富豪选台湾办party 画面透过亲友上传 场面激进奢华 TVB新闻文言军必见寒张雨昕台北报导 当然第一想问为何印度他要客人来台湾庆生呢 观光局说因为台湾六月份 有请宝莱屋明星拍宣传片 而印度企业家显然就被吸引到了 但早之前去年点还请了15位印度明星来台湾拍摄乐丽 他们的这些作品都是希望宝莱屋电影来台取景 而多白电视台也觉得台湾很不错 九月出了之后会去花莲拍摄节目 把花莲的好山好水介绍给中东穆斯林 那这些多少希望能够弥补陆克来台人数的缩减 日本韩国观光客的确是有成长 特别韩国游客 在七位份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呢 增幅最大的就是韩国了 比去年同期人数上增加了52.76% 但韩星牌也蛮有效的 成立在拥抱太阳月亮 眼睛秀琴小时候的男星旅真酒 来台湾拍微电影 扑通扑通台湾 就希望吸引更多韩国的年轻旅行 正在台北101景观台远眺台台北美景 韩星旅真酒透过微电影 把台湾美景推销给韩国旅客 我们在台湾美景的地方 我们在台湾美景的地方 我们在台湾美景 龙山寺 泰鲁阁 七星潭 通通入境 还有首次推荐给韩国游客的南部好处 高雄博尔艺术特区 旗后灯塔小镇 成为观光局力推的新旅游场景 芒果冰 小笼包 还有夜市小吃当然也没少 锁定韩国年轻女性观光局特地找来小鲜肉旅真酒 她的代表作之一是在拥抱太阳的月亮 饰演小时候的金秀贤 也在其他戏剧作品表现亮眼 你要去泰鲁阁 要走何年的路 肚子会饿 拉着 我今天早上做的 给你吃 微电影不只拍出美景和美食 也点出台湾人情味 体育别新闻周围飞扬金正好报道 台湾人情味在国外 这些外界人士的眼中 真的是觉得很吸引人 全球最大旅外人士网站调查 说全世界最适合宜居的地方 台湾是第一名 打败了很多欧美国家 最主要就是觉得台湾友善 美丽的自然环境 还有经济条件 让他们觉得很不错 而同样亚洲国家 日韩是因为物价高 大陆是因为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排行都在二三十名之后 101高楼眺望都会美景 来到酒份感受自然人文氛围 这样多元的台湾 被全球最大旅外人士网站 平静为最适合的宜居地第一名 民情友善自然美景 再加上经济发达 三大点让台湾受到旅外人士青睐 让原本在2014年 连排行榜都挤不进去的台湾 经过三年一次调查 今年一口气跃升第一名 打败马尔他 二瓜多等欧美国家 财务状况的满意度 甚至高于全球平均 就连台湾人都有点受处若惊 蛮压抑的 怎么说 想说对啊 我们没有外国这么大 经济能调好一点的话 在这个周边地区 应该是算是不错的 不过有些人认为 经济还是得家把劲 另外像是南韩 日本就因为消费物价高 落居27和29名 地匣人愁 处身蜗居的香港 也因为房价高 从第10名调到44名 大陆严重的空污 从后段班38名 再调到48名 台湾这次双双 从环境经济面胜出 也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 TVB新闻 蔡仲 刘一轩台北报道 蛮多艺人 办婚礼会选择到国外去 37岁的陈怡荣 跟整齐医师薛博人 交往一年多 9月要在泰国清迈 办婚礼 而婚纱照呢 是到北海道去拍 新郎特别指定 要到薰衣草田哦 因为当年陈怡荣的成名作 就是偶像剧薰衣草 换上手工礼服 陈怡荣化身森林系女神 薄纱偷视装小露性感 这不是拍偶像剧 而是陈怡荣真的要结婚了 坐在树林间 头盖白纱 深情一吻 还是正在湖水中 回眸一笑 九张梦幻婚纱照 远赴北海道取景 新郎薛博仁 更指定要在薰衣草田拍摄 因为当年陈怡荣 就是靠偶像剧薰衣草 成为代表作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只要是新在一起的话 其实不管在哪个阶段 都是在一起 那为什么会求了三次呢 我觉得可能是兴趣吧 每回谈到薛博仁 陈怡荣脸上总是有 藏不住的喜悦 经历三次求婚 终于要结婚了 两人预计今年9月 将在泰国清迈办婚礼 定下终身 陈怡荣也将正式升格 当人妻 TVBS新闻 龙王昌申请 很多小朋友看美人鱼 会说我想成为美人鱼 是真的有 美国现在有超过1000名 全职的职业美人鱼 而且是男女都有 他们在一些特色水族馆 美人鱼酒吧 还有度假中心 海洋乐园里面表演 带着笑容悠悠水中 这时薪可以高达台币 8000块钱 甚至还办了美人鱼界的 全球选美大会 感觉上好像他们也像 表演明星一样 但是有一些被客人视为玩物 让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背后的干苦 也很少有人知道 传说中的小美人鱼 向往人类世界 陆地上的人类 也对美人鱼 存有高度幻想 上半身为人 下半身是鱼尾的 神秘美丽生物 如今分布全球各地 他们是真人扮演的 职业美人鱼 光是在美国 目前就有超过1000名 全职的职业美人鱼 甚至也有男性 人鱼下海 职业美人鱼出路可不少 在人鱼酒吧 度假中心和海洋乐园 提供表演 他们也常接受客人预定 上门为派对入信 有的还坚韧 水下摄影摩托儿 时薪可以高达250美元 相当于台币8000块 我们有蝴蝶 从全世界世界上 这是第一次全球蝴蝶 美人鱼界 也举行全球选美大会 今年一月在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的 美人鱼节 就吸引了650只 美人鱼出席 比拼勇技也争其斗艳 拥有亲和力和人群互动 对容貌体态有高标准 甲鱼尾和贝壳胸衣 大加分 要成为职业美人鱼 其实并不简单 上班身打扮完毕 美人鱼的鱼尾巴更是马不不得 我做了这些鱼 这些鱼不是真实的 别告诉别人 这些鱼花了我四个月 我手把鱼的鱼 我的鱼的鱼 是2900和上升的鱼 这鱼的鱼是50公斤 但它是温暖的 但是你必须可以温暖 温暖和快温暖 鱼尾巴这么重 美人鱼的勇技和潜水技术一流 靠的全是腹肌的力量 和手臂的滑水 以支撑套在双腿上的鱼尾 在水中来去自如 双腿绑在一起带装下水 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 还要表现美感保持微笑 很少人能够理解 水中的美人鱼有多辛苦 现在由美人鱼学校提供培训 让你一场美人鱼的滋味 化好了美美的防水装 接下来穿上鱼尾巴 打扮完成之后 还要摆出驾杠美人鱼驾式 所以要摆扮成蝙蝠 你真的想要摆扎你的肩膀 背后再下 背后再下 我感觉比较性格 对吧 永远 永远 摆扎你的蝙蝠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蝙蝠 直在岸上故作姿态 不算真的美人鱼 下水之后才见真章 只能靠扭动身体 在水中前行 有些职业美人鱼 可以在水中摒袭五分钟 还可以在水里献出 泡泡飞吻 看似容易 其实得要有真功夫才行 职业美人鱼这行的各种干苦 不足为外人道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很红的洪荒之力 是这样用的吗 或者你来看看 这是主持人的风险 有个大陆女歌手叫王荣 直播节目呢 跟男主持人玩泼水的游戏 但泼出去了 不止只有水 还有杯子 直接砸到头 头破血流 可是节目因此中断 他也没有道歉 就一时嬉皮笑脸 说自己使出了洪荒之力 谁输了 谁就会泼一杯水 泼一杯水 泼一杯水 大陆女歌手王荣参加现场直播节目 跟主持人玩起游戏 输得泼水 却没想到 我怎么把杯子也扔出去了 这一泼把杯子也丢了出去 直接命中主持人 雨冬的头部 当场痛到蹲下来 用手捂住 没想到玩游戏玩到尽血 王荣站在一旁 笑笑的问说 没事吧 接着工作人员全部跑了上来 只见主持人手上沾满血迹 不就是跟我做点节目 怎么滴血哗啦啦的流啊 节目一度中断 工作人员先把主持人 搀扶到后台包扎 但这整段过程直播出去 王荣在节目上 把主持人砸到头破血流 却还是笑嘻嘻的反应 让网友看不下去 痛暴他把人砸伤还能笑 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但也有网友认为 王荣堆的是塑胶杯 应该不至于头破血流 加上主持人异常淡立 外界质疑是节目效果 先前王荣就因为整形 被海关拦下争议不断 这一回又在直播节目上 玩到见血再度登上版面 体育片新闻综合报道 好 一起被关注 这收视率出来了 两大古装剧 韩版的步步惊心 跟普宝剑的云化的月光 到底谁赢呢 显然这些黄氏子裸上身泡汤 没拼过普宝剑的魅力 普宝剑赢了 皇子们宽衣泡汤 各个露出八块鸡好身材 没想到阿佑突然出现在 澡堂内吓得皇子们惊慌失措 原来他穿越到太祖王剑时代 剧情开始进入主轴 韩剧部不经心 二十九号一口气连播两集 第一集就下猛药 派出韩流人气明星 EXO成员薄贤 还有江河纳半裸入狱 没想到收视却不敌 同时段的另一部武装剧 你名字是什么 普宝剑和金玉珍 在戏里的关系有了新进展 收视率比上一集上升了至少五个百分点 稳坐同时段冠军宝座 恐怕是最新一集开播之前 电视台先播出一个小时的特别版本策略奏效 加上前三集就看得到男女主角的演技 从请回答1988爆红的普宝剑 节拍古装剧备受关注 毕竟许多人都认为 从请回答系列窜红 在借拍其他戏剧作品的演员 都无法再创夹击 如今普宝剑收视开红盘 似乎也破了魔咒 不过两部戏都是刚开始 到底谁胜谁负一时也很难下定论 韩国人气偶像的收视战打得火热 至于别新户对人要亲自我报道 而等一下来看歌手在商演的时候是不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胡夏被要求唱到满意为止 唱到半夜一点 唱完那些年的歌手胡夏在大陆双眼 结果这一段画面粉丝觉得太委屈 因为厂商要他唱企业歌曲 要求他一字不能错 唱错了就重来 重来再重来 一遍又一遍唱 唱到了半夜 一点钟才让他离开 爆料者说你敢开50万的价格 那就应该要做到这样 不过胡夏工作室已经发出声明了 说酬劳是25万人民币不是50万 明言合约写着 胡夏是可以自己选唱歌曲的 当天厂商却要他唱企业歌曲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 他才唱的 一首招牌曲那些年 胡夏唱得陶醉 台下观众也听得开心 但是状况发生了 他上了车他反复思考觉得 很对不起大时代 他觉得要把这首歌 好好地回来再唱完 他已经成功过了会好好唱 一字不差地唱 深情地唱 这是我的问题吧 我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对不起大时代的各位朋友 原本唱完打算离开 但胡夏却被厂商抓回来 认为表演过程平平出座 不但要道歉 还要唱到大家满意为止 别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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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错了吗 别唱错了 别唱错了 我看着词 放心 找着 放心 找着 对不起 只要一个词唱错 胡夏就得重头来过这场面 俨然已经不是伤演 尽管胡夏唱酬不便宜 但被这样要求不断重唱 还要唱到满意为止 甚至一度传出 胡夏在台上边唱边流下眼泪 而会这样平平出错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胡夏被临时点唱 厂商的企业歌曲 根本不是自己的拿首歌 而且只要唱错 音乐就停 还要重唱 就算舞台已经快要拆完了 还是被逼得要唱到好为止 最后唱到凌晨一点 大家满意才停下 胡夏真的好好唱啊 好啊 鞋涵加油 我不明显要喜欢你 这看似电影情节的场面 真实上演 也让粉丝发声明还原真相 要替胡夏抱不平 TVB的新闻 周一峰 正祥台北报导 大家看这也是试胆的游戏了 22层楼观景台 离定100勾取的地方 荡秋千 如果有去荷兰的话可以试试 他们的首都阿姆斯特丹 出现了全欧洲最高的秋千 就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旁边 新落成22层楼大楼的观景台了 这秋千一次可以在四个人 荡出去的时候好像飞向空中一样 整个城市都会在你的脚下 肾上腺素都会飙升了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胆量 对吧 而这一次要价5欧元 12.5欧元的观景台门票 加起来大概要花台币630块左右 不是太便宜 但依旧吸引了很多人 想来尝试一下自己的胆量 因为觉得真是够刺激的了 而如果要画画 要画这一些微妙微笑的肖像 只靠色铅笔能不能办得到 技术高超真是可以的 一起來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